哈喽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再为大家介绍两款 免费的VPN 那么我所介绍的VPN 每一期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重复的 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两款 也是一样的 那它的速度也是非常的了不起 这些便便可以去到几万开的 这样一个出色的表现 对于我们平时 这个上网工作也好 这个娱乐也好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完全可以满足的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两款 同样的 我们先把它拖入手机里面 进行一个安装 OK,这边我们点这个继续安装 这边还是一样 我们点继续安装 这边要输入一个密码 因为它不是应用市场里面的应用 所以说呢需要这个手机的一个密码防护才可以安装的 完成 那我们第二款也是一样的 继续安装 好的,两款都安装完成 那这边提示被检测为不良应用 我们不管它继续使用 这个不要移入管控的 移入管控也会不能用的 好的,大家看到 就是这两款了 我们随便打开一款 试一下 那么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数据的一个导入 出手法导入 目前的版本是2.0的版本 我们稍等片刻 这边是这个什么学义内容啊 我们这一个接受 并且继续 点一下 好的 现在是来到这个 它的一个界面啊 界面来讲也是非常的简洁 这边一个let's go啊 就是开关按钮 这边是没有这个连接啊 这边是一个服务器 我们点开这个服务器看看 目前只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服务器啊 看看它下拉的话呢 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个节点啊 非常多一个节点 那么右边这边呢 是它的一个延迟啊 目前测试的一个延迟 我们随便找一个延迟稍微低一点的 那打比方这个决定 我们点击一下 它会自动的继续一个连接 我们再说的片刻 在这个界面中呢 最好不要就是离开这个界面啊 这边是说这个等待 不要离开这个页面 所有的VPN呢 在第一次连接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快啊 它可能要优化环境 设置配置等等 一些工作要做 好 这边是连接请求 需要设置一个VPN的连接的按钮图标啊 我们点确定 好 现在显示已经连接上了啊 这个整个绿色的这个 这个闪电的标示绿色的时候呢 这里显示已经连接上了 好的 我们打开浏览器来看一下啊 OK 我们直接打开YouTube 来收一下我的频道 我们打开一个四波的四开的一个短片 来测试一下 这个绝点的话呢 速度不怎么定啊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的速度 每秒只有几开啊 不行 我们换一个绝点试试 我们把它停掉啊 我们再来换一个绝点看看 这个打比方这一个 US3 我们再看一下 好的 这里显示已经连接上 我们再到YouTube这边来看一下 给它刷新一下 好的 现在已经开始播放了啊 播放了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速度怎么样啊 好的 打开现在是25,000的速度 27,000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好的 快进几秒以后呢 现在稳定的在播放啊 目前是29,000的一个速度 好的 现在稳定到27,000啊 刚才顺时去到了3,000的一个速度啊 我们网速稍微快一点的话 破3万也是没问题的 那我刚才第一个绝点呢 它只有这个每秒几开啊 那现在这个换了一个绝点的话呢 它可以达到2万多 那么2万多的速度呢 我们随便看个高清的视频什么东西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好的 我们给它停一下 我们把它停掉啊 停掉 停掉以后呢 我们来换一个这个 另外一个来试一下 换掉以后我们来打开这个第二款来试一下 这一个什么语言呢 我可能也搞不清楚啊 这边我们点退出 好的 到这一步以后呢 这个界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这边设置啊 菜单什么东西呢 我们都不看了 大家有空这个自己研究一下就行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节点的信息啊 这上面是节点的信息 那么大家看到节点也是非常的多啊 也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也是随便选一个节点 我们连接一下啊 这里连接一下 这里点确定 好的 这里显示已经连接上了啊 已经连接上了 这边是连接的一个时间啊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YouTube来看一下啊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刷新 刷新一下的话呢 是现在开始播放啊 我们也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的情况啊 这个节点的话呢 现在速度是不太理想啊 只有2500的速度 我们换个绝点试一下 好的 顺利的连上 我们再来测一下它的速度啊 给它快进行一下 换个绝点的话呢 现在也是2000多 59900 现在是610000啊 那这一个VPN呢 就是不是太理想啊 速度不是太理想 那很多节点的话 大家自己去测试一下 测试的哪一个速度最快呢 你就把它记下来 以后就用这个节点就可以了啊 目前也是在7000开 每秒 8000 不知道能不能超过一万啊 那大家自己自行花点时间去测试一下 那这个VPN呢 对于要求高的这个小伙伴呢 可能就不太适合啊 但是防失联还是可以的啊 完全没有问题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